每個影片都有將近20分鐘 而且賀蘭發現 他的影片裡面跟趙天靈 趙天靈也是自拍對不對 他自己拍了這個影片 甚至裡面還跟女主角 在討論怎麼角度怎麼樣拍 事實上我們看選前 剩下最後倒數10天以內的這個時間 民進黨的醜聞是一個一個爆出來 除了說像剛剛我們提的賴清德 自己先跳出來想要去消毒的 這個無論是私生子的問題 或賴皮疗的後續 或者是我們看羅志正 剛剛老師也點到的 那現在他們的講法說 這個都是深偽AI技術 所以我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 叫深偽AI變造 但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你說是境外農場 而且說大陸的 對 說大陸的網軍搞的一個 深偽技術 但是不管怎麼樣 十幾年前曾經被爆過 羅志正 他和一個應該是老師吧 幼稚園老師的樣子 那個小三 羅志正是承認的 那十幾年前曾經發生過 那個羅志正有承認 到底怎麼回事啊 好我先談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談到羅志正的問題 羅志正不是一般的立委 羅志正在1990年代的末期 在美國練了國際政治的博士 回到台灣以後 在東吳大學擔任副教授 蔡英文一直非常信賴他 重用他 他本是蔡英文心目中 最好的外交部長的人選 而且當時羅志正也想選 新北市的市長 那是羅志正聲望最高的一個階段 而且他的選區是在新北市的板橋 板橋是新北市的蛋黃區 新北市的行政商業中心 就是板橋 所以羅志正雄距板橋 其實國民黨的葉原資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很穩 但是在2017年11月 也就是秉中所提的這個時間點 在2017年被當時還存在的黎智英的一週刊 爆了一個醜聞 而且一週刊把他做cover story來處理 內容是什麼呢 內容是說羅志正與他的助理 也是他辦公室的副主任 叫做年什麼的 我不把名字說出來了 也是他的小三 平凡的在moteel就摩鐵進行優惠 到摩鐵做優惠 絕對不是在那邊聊聊天喝喝茶 他一定是有親密行為的 做愛做的事的 而且那個摩鐵是很有名的溫柔鄉 我就不說哪一家了 也是過去國民黨國立委叫吳玉森 曾經出事的那一家 而那個那個新聞出來以後 羅志正危機處理很快 第一個危機處理 他馬上承認確實有這個事 他向社會道歉 把他的太太找出來 說他的太太已經原諒他了 所以他要回歸家庭的溫暖 他的太太是個名歌手 閩蘭語歌手 唱雪中紅 這中昂的原唱 陳亮吟 這個有名的歌手 而他太太也確實配合他 表達他原諒了羅志正這樣的行為 那既然太太原諒了 社會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而且羅志正也表達 他原來在努力競爭 要去選新北市市長 投入民進黨的初選 現在放棄了 所以他黨內的競爭對手 也沒有必要再宰他了 而當時外傳 有他在Motel裡面 跟這位小三之間的影片 並沒有出現 所以羅志正的危機就在過去了 他的立委也連任了 好像沒有事一樣 可是經過了六年多的時間 對 也就在選舉即將 羅志正也要連任 立委要連任 而且賴清德要大選 而就在投票日之前的11天 這個影片如幽靈式的出現 1月3號 昨天晚上 然後很快的在社群網站 尤其進入了國際的社群網站 都出來了 所以羅志正一夜之間 成為了國際A片的巨星 比重可能沒有看到內容 那個內容是完全的巨星米 我剛剛搜半天 我只連那個 他現在連那個圖都不好搜 原本連那個 就是一個表面的封面圖 原本還看得到 現在都不好搜 好像全面都被 他提告了全面都被撤掉了 但是他無法撤掉國際網站 所以這一個爆料者 非常的內行 放到國際的 對 他先放到國際社群網站 所以他根本刪不掉 所以現在要看的人 能來可以在國際社群網站裡面 看到完整的 大概有六個影片 每個影片都有將近20分鐘 而且賀蘭發現 他的影片裡面跟趙天靈 趙天靈也是自拍 對不對 而他這個影片竟然也是自拍 所以不是被偷拍 自己拍的 他是搭著腳架拍的 也就是說他自己拍了這個影片 甚至裡面還跟女主角 在討論角度怎麼樣拍 才會拍得好 對他還去調整一下 那個影片的 大概用手機拍 用腳架跟我現在一樣 用腳架架子 這樣子錄 這個很明顯都是心理變態 有所謂的性怪癖的人的行為 我有認識一些朋友 也有這種怪癖 對 我是沒有 而且還有兩個女性 有兩個 兩個女性 其中的第一個女性 因為有正面的照片很清楚 就是以前的小三 所以這個影片 應該就是六年多前的那個影片 那個事情 當時沒有報 現在報 那另外的影片 顯然女的不知道被偷拍 所以我給了他一個封號 叫做台灣立法院的李宗睿 李宗睿吧 李宗睿知道吧對不對 李宗睿就是有時候是自願的 有時候是偷拍的 對對對對 李宗睿現在被關在監獄中 對 這個刑事犯罪非常嚴重 所以羅志正不要以為 就有犯罪問題 你在人家不知情的情況下偷偷拍 對很嚴重的 所以這個影片 我認為我判斷了 這個影片應該是羅志正自己自拍 但是螳螂穀蟬 黃雀賽後 那個Motel也在拍 蛤 雙重拍啊 所以羅志正這個影片 才留在Motel的手裡頭 而誰可以從Motel調到這個東西 一定是具有公權力的人嗎 所以老師不認為那個影片 因為老師看過嗎 老師不認為那個影片是身為技術 AI的 當然不是 不是 我看得很清楚 我有一些導演的朋友也看過 因為你想想看 我用AI做變造 要做兩個人的 那麼容易啊 還調整角度 都沒有穿衣服都是裸露的 還有各種的動作 如果是AI變造怎麼可能 所以呢 我剛才講了這麼多喔 帶來回憶 這個情節像不像鄭文燦事件 對 鄭文燦事件是11年前發生 也是最近突然被爆出來 好證明法院認證 確有其事 但是當時謠傳的 傳言的 有被拍到影片 並沒有出現 所以鄭文燦信免於賴 他只發了他的回廊 走道 對 那個真正人與人的連結沒有出來 但是11年後 影片神秘的出現 雖然鄭文燦也說是變造的 不是他對不對 對 但是後來經過 刑事檢察局的鑑定 刑事檢察局的答案是 無法認定真偉對不對 那不敢講了 等於不敢講 如果是假 假的就直接講了嘛 如果說真的是假的 一定趕快出來替他澄清啊 所以就代表他是真的 所以其實民進黨要注意的 應該是 這整個事件的發展 基本上跟鄭文燦風波一模一樣 都是成年就案 當事人認為已經過關了 已經處理完了 然後這最近突然被爆出來 而且老師覺得 這背後是有公權力的人 才有能力 拿到這些東西 我認為是派系鬥爭啊 民進黨黨內的這種內鬥 派系鬥爭啊 就如同趙天明的東西 也是內鬥的 也是內鬥出來的啦 所以民進黨該去檢討 他內鬥 現在鬥得如此嚴重 新潮流跟英系 新潮流跟鄭國會 鬥得亂七八糟 所以這些東西就出來了嘛 你不要去講境外 大陸哪有那麼厲害 而且大陸要專門去打 羅智政幹嘛啊 對啊 而且羅智政也沒有打的必要啦 對啊沒有大咖到那樣吧 大陸要打就打賴新德啊 對啊 幹嘛打羅智政幹嘛 對不對 而且羅智政現在也走下坡了 他不是當年那個要去選市長的政治明星嗎 對了 所以根本沒有打羅智政的必要 所以這整個的事件啊 其實就簡視民進黨在內鬥 而且內鬥得非常非常的劇烈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黑資料會流出來 新潮流的跑去報 蔡英文英系的政國會的料 英系政國會跑去報 新潮流的料 新潮流的料就這樣嘛